圆真听见廖美娟在后面吵吵嚷嚷了 忍不住咧嘴笑了起来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笑 她只是觉得好多东西都放下了 特别是裹住她全身的湿雨衣 悄然消失了 她很轻松很愉悦 愉快就这么简单 只要你学会放弃 愉快就来了 当她下了电梯 走出办公楼大门时 她感到眼前一亮 仿佛从一个长长的隧道里 走出来了 接到廖美娟的电话时 方维雄正裸身躺在刘玉香的床上 承受着刘玉香半边身子的挤压 因为前车之间 方维雄特意用一只手 捂住刘玉香的嘴 才按下接听键 廖美娟用密集的语言 通报了袁真辞职的经过 方维雄吃了一惊 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廖美娟牙痒痒地抱怨 你前妻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啊 一点不懂机关里的规矩 我看 她是故意顶撞领导 让我难堪 你竟然晓得她是我前妻 还摆什么臭架子 刺激她干嘛 你不是自讯烦恼吗 我就是气不顺 她一个普通客员 凭什么一脚踹掉你 你这就好笑了 她不踹掉我 你有跟我谈的机会 被她踹掉的是你 凭什么要我来捡 我可是个正处级领导 谁要你捡了 我是没人要的垃圾吗 不想谈垃圾不到 凭什么吵我前妻身上撒破 逼得她辞职 拉倒就拉倒 你还以为我占了你便宜是吗 她不尊重领导 还想你还说我撒破 坚持就此理 小的我不敢把报告 往上交才这样做的 我连一个客员都领导不好 别人会怎么看我 她这样做法很恶毒 你这就是小人之心了 袁真不是这种人 她要辞职 自有她的理由 什么理由啊 要她抹一下桌子 她就以辞职向我一些 有这样的理由吗 这确实不能成为理由 但也许 这就是压垮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不管她什么理由 她如果不向我道歉认错 我真的把报告一定 任她辞职了事 谁没有个脾气 见过夏领导发脾气的吗 你如果还愿意和我谈 就不要出这一招 何必呢 势图不顺 不要怯怒于人吗 她毕竟是我前妻 什么怯怒于人 瞎说 我势图够顺的 你在哪儿 我要见你 我在下班呢 刘玉香笑得悬声发颤 方威雄连忙拉过被子 将她连头带脸蒙住 我马上到你办公室来 你别来 我马上去找元真做工作 给你一个抬尽一下 好吗 廖美娟只好说好 挂了机 方威雄匆匆起床 刘玉香不满了 就这样走啊 你不是也听见了吗 我得找元真去 刘玉香酸溜溜地说 我看你啊 对元真是旧情难忘哎 方威雄边穿衣服边说 你不用说什么情不情的 虽然我不喜欢 她的主事态度 但在情感上 我一直有负于她 她比我们都干净 这一点 好歹我们还是要晓得的 现在出了这事 我不帮她 谁帮她 她毕竟是我女儿的母亲 我们还有利益关联 刘玉香就不吱声了 起床穿衣 送方威雄出门 方威雄按下元真的门铃时 元真躺在床上看电视呢 离婚之后 她买了台旧菜店 放在卧室里 用电视节目催眠 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她披衣起床 从猫眼里看见 是方威雄 才将门打开说 这么晚了干什么呀 你脑子进水了呀 我脑子从来没进过水 方威雄往门里挤 元真用身子挡住说 请自重 飞机没入 我不想占你便宜 你脑子没进水 干嘛要辞职 你消息很灵通吗 是你的现任女友 告诉你的吧 半夜跑到我这儿来 就为这事 还能为什么事 这事好像与你无关吧 怎么没关 你这样的性格 不端这个铁饭碗 还能做什么 你没收入 你我的女儿 岂不是要受连累 这个离婚时 我们不是有协议吗 方明的学费 生活费 有你负责 我可不愿意女儿 有一个下岗的母亲 而自卑 这个你放心 方明绝对不会 因我而自卑的 你的倔脾气 还是收一收吧 小亮美娟道个歉 给她一个面子 她就会报告退给你 事情就了了 你是来当说客的 你觉得我会道歉吗 方为雄一时欲色 此事若是影响你们恋爱 我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方为雄恨铁不成钢地摇摇头 你呀你呀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你不会理解的 下半辈子 我要为自己活 你走吧 不早了 都要饶得四邻不安 元真说着就要关门 方为雄 只好将挤在门框里的身体 退出去 门被关的只有一条缝了 元真火人说 我给你的那份报告 有结果了吗 什么报告 连什么报告都忘了 还说要让他进入城区呢 哦 你是说封朔澳小学的事啊 居党组研究过了 也找县里了解过 还是不能开这个口子 这类情况太多了 要是村里自己办起来 你们也不承认 他的学校资格 当然 否则都先斩后奏 那还成何体统 不过 要是社会力量办学 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是我们大力提倡的 风说要恢复小学资格 也只有这样一条路可走 这就奇怪了 村里就不是社会力量吗 一定要找个老板来投资才承认 你们这样的改革 好像就是为了转家困难 不过 还是感谢你的提醒 你要这么关心自己就好了 这就是关心自己 真正的关心 说吧 他轻轻地拉上了门 方文雄盯着紧闭的铁门 嘴巴张了张 又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 也就不说了 他沿着熟悉的楼道 一级一级往下走 双腿有些发软 第二天 袁真带着换洗衣服 去了丰树澳 他给张大嫂打了电话 说想去他家休息几天 张大嫂欢喜得不得了 说只要他住得惯 住多久都行 袁真晓得 这两天如果不离开连城 肯定有不少门上门 做他的思想工作 会让他厌烦 他是笃定 不回那种办公楼里了 没必要多费口舌 至于以后往何处去 在乡下清静一段时间再说 现在他没想那么多 可巧 袁真在中巴车上 遇到了走亲戚回来的村长 袁真很遗憾地告诉村长 他没把事情办好 报告没有被批准 村长说没关系 他们早就不做指望 自己已经把小学办起来了 虽然条件简陋 但总比没有强 村长还对张小英称赞不已 说看不出来呢 小英这女儿平时不爱吱声 教起书来有板有眼 特别是那声音 脆得跟萝卜似的 好听得很 娃儿们也挺服他的 就是太熟了 都叫他大姐姐 要他们改口叫老师 都叫不出口 这些鬼玩 这下好了 娃儿们总算 不用像放羊似的 漫山遍野没人管了 多少要学点知识吧 听村长这么一说 袁真心里感到一丝欣慰 下车之后 村长二话不说 提起他的行李袋 就往村里走 他们静止到村小学 悄悄地站在门外往里瞧 张小英正上课 一笔一画地 在那块开了几条 拆在黑字板上写字 因为是副式教学 不同年级的学生 做着不同的事 有的在目读课文 有的在写作业 还有的背着手盯着老师 可桌不够 很多玩儿是几个人 共用一张桌子 学生虽然不多 课堂里 却显得非常拥挤 一股温热的人体气息 透出窗口来 吸入袁真的肺腑 让他有种莫名的感动 也让他回忆起了 过去的日子 从部队复员后 他当过半年教师 英文文章写得好 才被调到市委机关去 早知有今天 他是不会离开教师岗位的 和孩子们在一起 心里要纯净得多 他鼓了鼓鼻翼 贪婪地 呼吸着那股温馨着气 这时 张小英在讲台上 回过头来 瞟见窗外的袁真 两眼一亮 脸书得红了 袁真联盟宠他摆了摆手 事意不用管他 继续上课 张小英便用教编 指着黑板 带着学生读了起来 声音果然脆甜 只是有些发颤 显然 因为袁真的到来 张小英紧张起来 袁真便离开窗户 和村长坐到一边聊天了 村长说 最大的困难 是磕桌椅不够 停学一年来 原来的桌椅 不是损毁了 就是被人偷走了 剩下的也都破旧不堪 袁真说 这都还好办 要是没有教育部门的认可 那也就麻烦了 要是有人投资办学就好了 可村长忧愁了 这明摆着 是肉骨头打狗 有去无回的事 谁愿意 谁愿意往这里丢钱啊 袁真心里 一个念头一闪而过 难难地说 慢慢来 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下课时 已经是中午了 张小英 扮出门来 叫声袁已 兴奋地抓住 袁真的手不放 袁真 抚摸一下她的头发 今天不见 现个老师了吗 听完这话 张小英的脸就更红了 几个学生玩儿围拢过来 好奇地端详袁真 袁真迎着那些黑亮的眼睛 开心的笑容 不由自主地 从脸上漫了看来 张小英领着她和村长 往家里去 边走边说 接到袁一的电话 娘高兴得一夜没睡 昨晚 她就将她的铺盖弄好了 远远的 就见张大嫂在眼下举手 家娥向他们张望 才进晒场 张大嫂就笑眯眯地迎上来 说声 袁已来了 就拉着袁真的手 轻轻热热地进了屋 张大嫂留村长一起吃饭 午饭已经坐好在桌上了 寒暄了一会儿 大家便上了桌 张大嫂 蒸了红薯酒 村长反复地向袁真敬酒 袁真再不胜酒力 也只好喝两小钟 其实 她已经有点喜欢这种酒了 她带点甜味 口感柔和 后劲却很足 袁真很快就上了脸 面颊飞红 像擦了胭脂 人也变得兴奋起来 不过她脑子很清醒 反吃到一半就把她的一个想法说了出来 大嫂 小英快要高中毕业了 她还是回去读书 把毕业证领回来吧 要不太可惜了 这里的课 由我来带 张大嫂想也没想 就摇头说 反正是回来教这个小学 要不要那毕业证 有什么要紧 村长也说 小英的文化水平 教村小学足够了 不在乎少读那一年半载的书 再说 她是市里的干部 哪能大财小庸让她来带课 耽误她的工作呢 袁真只能解释了 她已经辞职了 村长和张大嫂都奇怪起来 那么好的工作 在市委里头当干部 干嘛要辞掉 袁真也不好多做解释 也解释不清 只好避而不谈 反复说明 张小英完成学业的重要性 但在张大嫂看来 完全没有必要 何况还要连累她来带课 张大嫂一再摇头不云 袁真也只好作罢了 红薯酒 让袁真有点头晕 饭后便倒在床上休息 也许是空气新鲜的缘故 她一觉睡到太阳吸血才行 松脂的清香 和泥土的气息 从后窗飘了进来 令她心旷深移 她慵懒地爬起来 掏出手机 想看看有没有女儿的短信 叫出那份辞职书后 她就刻意关了机 她不想任何人来打扰 她一开机 就响起一连串的嘟嘟声 十几条短信 一股脑挤了进来 有吴小璐的 方维雄的 徐向阳的 还有曾凡高的 她一个人就发了五六条 但是没有一条是女儿的 袁珍知道 这些人会说些什么 正打算翻看一下 手机响了起来 她一按键 就听曾凡高在里头 大呼小叫 我又天呀 你总算开机了 到处找你不到 你躲哪儿去了 我的姐姐 你跟我玩 人间蒸发的游戏呢 我躲到哪里 怪你曾高子什么事啊 你还来在连城 没回海南啊 早回海南了 可一听说你辞职 我就一飞机回来了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辞职 可不是为了去你的公司 难道 你要去别的公司 我不是为了跳槽 不是为了跳槽 是为什么 吃错药了 你才吃错药呢 冤真生气了 曾凡高 立即赔不是 好好好 是我说错了不行吗 是我吃错了药 好不好 我向你道歉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本公司结成欢迎你加盟 本董事长 愿意三顾茅庐 请你出膳 告诉我你在哪 我来和你面谈 好不好 我不想吃鸡来吃食 还有什么好谈的 我就不明白了 你一个独身女人 辞职不找工作 你吃什么 何西北风啊 这不是接来之事 是我们公司 有求于你 行不行 我千里迢迢而来 你总不能 让我连面都没见 就打到回府吧 我的姑奶奶 那我的心理成本 可就亏大了 原尘沉默了 他感到了 曾凡高的诚意 与此同时 那个念头 又在心中闪现了 曾凡高 在那头央求的 我的老同学 你连见个面的机会 都不敢给 告诉我你在哪儿好吗 我来拜见你好不好 原真有点摸不开面 就试探着说 你不是 钱多得盛盛纸吗 要是我请你 办件善事 你肯不肯 怎么不肯 只要是你吩咐的事 我都肯 何况是件善事了 肯肯啊 你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 原真便告诉了 曾凡高 丰树澳的位置 天色不早了 要他明天上午过来 第二天 曾凡高来到丰树澳 他对原真 寄居在这样一个 偏僻的山村 不敢惊讶 原真也懒得解释 先带他去了村小学 屋里屋外参观了一遍 然后向他介绍了 小学停办之后 遭遇的窘境 曾凡高心里 明白了八九分 你和这个地方 有什么关系 有亲戚在这儿 不 要说关系的话 只是一种情感关系 我了解他的情况 心里过意不去 想尽我所能帮帮忙 尽此而已 这种关系 是比别的关系 更能打动人 你说吧 需要多少钱 原真掰起了指头 翻修一下屋顶 买四十套客遮椅 打一片水泥地 做操场 还要砌几个乒乓球台子 我不太内行 不知道 两万块够不够 1050分钟 也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